派出所也只有派了两名警员来 所以事实盛名 我们整个监索的紧急应变的SOP 看起来是碰到这种比较严重的结球事件的时候 从内到外的派出所为安跟警力的联系 确实是出了问题 那当然后面我们是看到 这个枪械师一直到试图要去到外面脱逃的时候 那幸好我们后来看到幸好是外面的警力 来了这个六名的警力 把他们整个封锁住 让他们没有办法再外出 那我们这只能说 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确实延宕了非常久 那我们真的是建议也语重心长的说 从整个监索的外面的 整个我们内部的一些警戒设施 甚至我们每一个管理员建护员 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这个警戒 甚至他们所使用的这些设施 真的重新要检讨